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407集 汤洪恩并不是鹏城本地人 来鹏城任职一个人住也不奇怪 特别是在任职的时间短的话 家里人的工作可能还没调过来 保姆再放假的话 汤市长就成了没人照顾的小可怜 他要是愿意的话 只怕争着要照顾领导的人 会把汤洪恩家的门槛踩烂 但汤洪恩显然不会大肆去宣扬 自己身体不适 夏小兰要是不知道也罢 听见了鹏秘书这样说 他肯定要表示关心 汤洪恩可是帮了很大的一个忙 招待所工程不仅是赚了十多万 今晚汤洪恩不畏惧留言 和夏小兰主动说话 可是坐实了 他是远回靠山的传言 彭秘书 要不我们跟着去照顾一下 汤叔叔为疼缓解了 我们就离开 夏小兰自己一个人去肯定不行 到时候传的就是他和汤洪恩的桃色绯闻 他可以和刘芬一起去 刘勇自己都满身酒气 夏小兰让李栋梁送刘勇回去 汤洪恩的额头有细密的汗珠 看来胃部的不是家众了 彭秘书见领导没出声反对 就同意了夏小兰和刘芬上车 彭秘书不是生活秘书 大男人照顾汤洪恩没那么细致 在路上给汤洪恩吃了胃药 车子开到一半 汤洪恩就让小王停车 冲到路边将酒水和胃药一起吐了 一直吐到胃里没什么东西 全是酸水了 汤洪恩才在彭秘书搀扶下回到车里 吐过之后他反而好了些 就是脸色发青 胃里的食物都吐光了 夏小兰跑去路边 敲了好几家门才借到热水 让汤洪恩漱口 喝了点热水缓解 车子一路开到汤洪恩的住处 没有啥小楼 特区正在修建中 汤洪恩的住所就是普通的房子 按级别比普通干部的房子大 就是个三室 这屋子真不像个家 不是说没装修太破 地上铺着白瓷砖很光亮 灯一开干净的连人影子都照得见 就是哪里都冷冰冰的 没点烟火气息 像个临时落脚的招待所 彭秘书和小王两人 把唐洪恩送去卧室 跑出来解释 平时都是有保姆做饭的 领导在家吃饭的时间也不多 这几天把我们请假了 今天晚上我留下来照顾领导 麻烦你们帮忙做点东西 给领导垫点胃 我明天就派人来顶半 彭秘书的做饭水平 就是勉强让饭不糊 夏小兰做饭的水平 就比彭秘书高一点 高的也有限 幸好刘芬还在 得到捧秘书的允许后 刘芬跑到厨房里 夜化气的灶台他不会用 但他会做吃的呀 胃不舒服 不能吃米饭 做点面条 刘芬还挺有经验 夏小兰猜是 以前照顾夏大军累积的 记忆中 夏大军就经常喝得醉醺醺的 又吐又发酒疯 还要让刘芬收拾 汤洪恩家的厨房很干净 请的保姆还是很尽心的 这不是没赶上烫吗 刚好请假了 橱柜里翻出面粉 刘芬手搅麻利 擀了一碗面条 故意把面条煮得稍微软一点 滴了点酱油 别的都没放 彭秘书端进去 汤洪恩吃了大半碗 这下子又重新吃过药 倒是没再吐过 汤洪恩还打起精神 让小王记得送一送夏小兰母女 大晚上的 别太耽误他俩 这是有司机和秘书在 要不汤洪恩再难受 也不会同意夏小兰和刘芬 大晚上来他家 他是身子不怕影子鞋 可刘芬对女同志来说 影响太坏 再说 人家也不是他的保姆 没有谁理所当然的 该照顾他 临走前 刘芬还是给彭秘书 讲了下注意事项 他刚才看见厨房角落里 堆放点山药 就又找出来一根萝卜 都切成丁 和米一起熬在锅里 早上可以喝碗粥 不要吃辣的 太油的 大领导喝多了 也会胃疼 刘芬是很敬畏大人物 不过上次也给汤洪恩熬过粥 他这次是轻车就熟 彭秘书也顾不上负义 夏小兰是不是心机深沉了 领导愿意信任 人家也确实总在 关键时刻讨好感 彭秘书也只能感慨 夏小兰运气好 回去的路上 夏小兰忍不住问了问 汤叔叔经常胃疼吗 唉 领导有的时候呀 忙起来顾不上吃饭 保姆说的话也不管用 胃可不就落下毛病了吗 小王说了两句也没再说 当秘书当司机的都不要话太多 夏小兰都看见胃疼了 这几句话也不算啥 可要继续多说 就要扯到领导的隐私 夏小兰若有所思 保姆说的话不顶用 那家里人也放心 他一个人在旁城工作 凌雨就发烧 喝酒就胃疼 这身体可真不好 夏小兰不是多管闲事 他好不容易抱上个大腿 大腿身居高位 稳稳当当多好 身体先垮了咋办 彭秘书说 唐红恩一个人住 上次小王也没说联系 唐红恩家人 夏小兰刚才观察 一点别人的痕迹都没有 照片都不摆一个 唐红恩这该不会是 郭家寡人吧 彭秘书说保姆请假 他会尽快找人帮忙照顾领导 第二天 唐红恩醒来后 也喝了粥 清伤不下火线 唐红恩照常上班 哪知道中午在单位食堂 吃过午饭又吐了 这下子就必须去医院 先是全身检查 又照胃镜 医生说 唐红恩有较严重的胃溃疡症状 要进一步检查 排除癌变的可能性 彭秘书靠着医院墙 发了会呆 领导正是年负力强的时候 怎么可能会得癌 你们一定要给我查清楚 千万不能搞错 唐红恩的胃一直不舒服 习惯性呕吐 让他什么都不想吃 彭秘书急得不知道怎么办 司机小王私下里说 这事要告诉夏小兰他们吗 彭秘书觉得小王怕不是疯了 在检查结果没出来前 封锁消息都来不及 还主动告诉夏小兰他们 夏小兰算个啥 那些人不知道 才乱传是领导的亲戚 别人不知道 小王还能不知道吗 小王被骂了一顿 委屈死了 哎呦喂 我看领导 还挺喜欢吃夏小兰妈妈做的东西 玉南口味吗 小王都知道 唐红恩在玉南待过 彭秘书自然也知道 这倒是个能试试的办法 山药萝卜粥这东西 谁都会做 为啥领导吃流氛 做的就不土 别的就不行啊 彭秘书觉得 是领导的心理原因 想念地道的玉南口味了 同样是面条 彭城这边吃的是细细的碱水面 玉南那边却是手擀面 听到彭秘书的请求 夏小兰正没问刘芬 妈 你想去吗 这边吃饭就好了 闭秘书可以 嘨音асть